中央社亚特兰大两日综合外电报道奥运短跑金牌名将波特赛恩博尔特今天可能抓住了一些职业 美式足球联盟NFL教练的目光,因为他在超级,球迷体验活动上,以4秒22跑完40码,成绩追评记录 男子短跑100公尺,200公尺世界记录保持人波特今天追评NFL新西纳提孟加拉虎 外接员罗斯约翰罗斯在2017年写下的记录,证明自己饱到未老 根据雅虎运动雅虎斯波茨报道,被誉为全世界跑最快的人雅买加闪电波 可,在没有特别训练的情况下,只简单穿了运动长裤,网球鞋,就跑出追评螺丝记录的成绩 NFL球员很少在场上一口气跑40码,但40码约36公尺冲刺却是这场体验活动的经典项目,许多顶尖 选手认真以对,经过不断训练,穿着专业服装和钉鞋前来挑战,但波特轻轻的就追评了最佳成绩的记录 正狂的是,波特为了怕撞上跑到尾端的气垫,在接近终点时还慢了 下来,却仍写下惊人成绩,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终点前减速 波特2008年北京奥运首次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拿下100公尺金牌时,当时遥遥领先的他,还 能回头看看对手,并拍拍自己的胸膛鼓励一下自己,却仍有足够时间打破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 波特在2017年的世界锦标赛后,从短跑竞赛场上退休,并不断在各项运动中找寻能善用他的速度的方式 这位奥运八面金牌得主曾尝试打板球,去年他到澳洲顶级足球联赛的中央海岸水手对切 恩特拉尔科斯特·马里纳斯参加视讯,但最后没有同意签下合约 过去不少短跑选手跨足道NFL比赛,其中包括在1964年东京奥运为美国拿下100公 指金牌的海斯鲍勃海斯,但波特从未表示对美式足球这项运动的兴趣 新英格兰爱国者和洛杉矶公娘明天在超级,正面交锋前,32 岁的亚买加短跑名将波特参加了这场在亚特兰大的活动 译者,李静伟,何稿,蔡佳米10800203